嗨 好久沒有拍影片到 這場被吼罵過後 比較少拍影片多吃的 那因為現在我就是 就是有工作以後 叫做職業媽媽媽 職業婦女 職業婦女就是工作之外 又有學媽媽的角色 那由於我現在有在做 就是補路的行路的 那個運行 為了吼吼我都有在行路 然後母乳也會過身 所以我都想說要把它做成母乳罩 這些就是我收集來的母乳 我打算今天就要來做母乳罩啦 做母乳罩其實很簡單 那如果媽媽有跟我講母乳過身的話 那就可以來做母乳罩 做母乳罩想想 母乳罩要準備省開個材料呢 我首先就是要有罩雞 罩雞就是香皂的罩 基礎的雞 這兩個字 我一開始因為罩雞是買了一個桌子 然後因為有時候我們猜一下母乳罩怎麼做 就是如果你不如自己去買造劑的話 自己做造劑其實那一些化學材料的東西 在製作上會有一些 比較對身體不是很好的一些化學物質 那我建議如果媽媽是只要簡單 自己在家的DIY 就到實品的材料行就可以購買到 像這樣子的造劑 這樣子可以做很多碰到 而且基本上可以花錢簡單解決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我這樣子的造劑是一公斤 其實造劑有透明的白色的點點點 可以去食品材料行你自己也就開 當然除了造劑之外呢 當然母乳罩就是一定要母乳吧 母乳就是自己的母乳 或是朋友的母乳都可以 當然如果你要用牛奶做鮮奶 我也不反肚 不過因為我這次要給跟我一樣 有母乳莫生困擾的媽媽 有另外的出入 除了母乳可以拿來給寶寶洗澡之外呢 還可以做母乳罩 另外就是還準備這個寶寶甜性人油 這個甜性人油當然就是要能夠給寶寶能夠使用 所以我們要去買天然沒有化學 然後健康一點的寶寶可以使用的一些性人油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在你的護照裡面 添加像精油的香味啊 精油的部分就是在我們做香皂的過程中 滴一點點進去就好了 所以那個是看個人喜好 不見得要加精油就是他自己喜歡 那接著我們就來製作我們的木刀啦 然後就是模型的部分 其實模型我是覺得不用另外再花錢去買 可以準備像這種簡單的軟模的模型 比較方便脫模 或者是像這種蛋塔模也可以 反正就是只要它能夠塑形就好了 當然有些人會準備做像這樣子透明的盒子 就做一整塊 我們再去做切割也是可以的 這個建議不要再另外花錢了 因為我們做母乳罩當然就是為了要不要浪費母乳 那我們另外如果再花更多錢 那我們不如直接去買香皂就好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模型的部分呢 就是取用家裡面先有的材料就好了 不要再另外花錢去用模型 那如果你想要送人想要做得漂亮一點 覺得模型很重要的話也可以 那你可以去買可愛的像愛心啊 或者是小動物啊 那送人就會比較好看 好我們接著來製作囉 首先呢我們要先把造機切割下來 那我們這次製作的比例是5比2 什麼是5比2呢 就是5的造機 2的母乳 那我們就先來把我們需要的造機先切下來唷 好接下來量好重量過後我們就來量一下我們母乳需要的料 那我先看看我剛剛切下來的造機是多重 登 嗯 229 我們既然要5比2我就來湊整數 我們這次就直接做300克的造機配母乳啦 這裡切割的時候要小心點 看一下 取300 超過哩 323 那我就用350吧 350 364再少一點 48 360 360 差不多 好我再取下來一點好了 反正我們的比例就是350 好 353 差不多350囉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造機切割成細細小小的 因為待會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造機隔水加熱 那為了要讓它好融化呢 我們就要把造機切細一點 才不會到時候隔水加熱我們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切割囉 把皮器切開 所以想煮成細小的 沒有一片的 你進去到大家熾到 你連結琵片是大盆的貼屑 我做這個超級的成功 不要讓它黏 打一點 不怕再吃不怕 不怕再吃不怕 可以再放一裏 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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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涼我們的母母 所以母母大概就全下啦 還多了嗎 接著我們將我們的造機慢慢的溶解在我們的母乳當中 記得腳的時候不要太大力喔 不然會起過多的泡泡 輕輕的腳就可以啦 然後要記著全程都要用小火 然後我們可以加入寶寶的甜心人油 我大概壓了把下吧 然後一樣就是在輕輕的攪拌 不可以過大力 過大力的話就會讓我們的母乳招會有太多的泡 到時候入模就沒那麼好看了 然後我們靜置一下過後就可以差不多 準備來入模啦 接下來就是要入模啦 我們入模要非常小心就是盡量不要有泡泡 如果有泡泡的話可能就 你的香皂就會有泡泡 倒下去就盡量不要再動它了 記得倒下去就不要動了 記得倒下去就不要動了 我差不多讓香皂風乾一兩 我差不多讓香皂風乾一兩 兩天過後就脫膜啦 其實很快 建議是多放幾天啦 放幾天的話才會乾燥得比較完全 形狀也會比較完整漂亮 感覺還蠻厲害的耶 感覺還蠻厲害的耶 成功成功 大成功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再做一點小包裝 真的就可以送人當禮物了 掰掰掰掰 我來裝這個 Christmas的小袋子 那聖誕節就可以送給好朋友 可愛的目錄照啦 裝在袋子裡面是不是感覺精緻很多呢 加分不少 好棒喔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記得按下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 歡迎分享或留言給我掰掰 掰掰 掰掰 啥